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要跟银行打交道 确实我们些朋友在交一些费用的时候 可能往往呼吁了有些费用是多缴的 日前澳牛两地最大的三间律师事务所 在奥克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联合对利亚国的多间大银行提出诉讼 指控这些金融机构在过去六年多 收客户的费用超过了十亿纽币 诉求银行退还多收的款项 新西兰的四大银行都为澳洲拥有 包括ASB银行 新西兰奥纽银行 新西兰银行和西太平洋银行 被告银行将按各自的市场占有率成为被告对象 这一消息对当日的奥纽银行集团股价 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将成为新西兰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诉讼案 估计符合资格索赔的新西兰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这些银行被指当客户透支 实交信用卡款项或支票的时候 平均每次被罚款15元 而银行的成本实际上只需几分钱 银行收取这些费用相当于罚款 而不是收回成本 根据信贷合同与消费者的金融法 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代表律师事务所就表示 个别客户没有能力与银行对簿公堂 采取集体诉讼是向银行问责的唯一方法 并可抑制银行日后滥收费用的行为 控方的全部诉讼费将由 Latigation Lending Service来负担 如果胜诉 这些律师事务所将获得可观的佣金 这些律师务所将获得可观的佣金